前果手的单面直排能否打得过神队的两面狐圈呢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瓶旁 我们今天来看看在康乐体育举行的友谊赛 视频中的直排呢选手是梁黄梁老师 梁老师他是比较聪通的单面直排打法 而梁老师的队友是招蒙现家主流的赫曼两面狐圈 梁老师是以西B5先打射了手局 梁老师的防守并不是现在主流的赫曼很打 我是比较聪聪的推打 不过他的这个推打是比较平静攻城的防守攻 有点像柳橙笔的那种日式折板 柳橙笔是以西B5能撒到第二局 现在是这局分一比一平 扎梦塔从小是有结束刮转系统的乒乓球训练 也是有在和白省队待过一段时间 现在9比3的时候梁老师是通过两个罚手拎得两分 梁老师的这个罚手是他一个比较特有的技术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他是用罚手的那面脚皮去罚的 一边 double 五分 一边 五分 四分 梁老师先是大比分2比1小比分8比5领先 而是梁老师控制了不赛的高形式 江峰最球是晃了一下皮雷哥正手大脚 导致力量实在脚上步伐没有跟上去 江峰胜以4比4领利转当时的第四级 现在是一局分2比2平打决胜局 江峰最主要是来到要注意两小时的中路还有防守位 毕竟推荡在防守的发力方面还是比较被动一点 梁老师防守后一个敞打车线拿下了这一分 现在下马场空也是自拍打法的一个游戏 随着咱们一个防守会就出界 梁老师是以大比分3比2赢下来比赛 大比赛